朱婷辟谣,修路建小学子虚乌有,年入几千万,钱在哪里,网友,派时在中国女子排球队队长的朱婷,三大赛最有价值球员,礼约奥运会金牌,CCTV体坛风云人物最佳女运动员,多相荣誉加深,是球迷心中的女神,充满正能量的形象深受国人喜爱,被狼指导称呼为好闺女,冠军杯夺冠后,朱婷的名字, 变成了新闻头条,有赞美的也有表扬的,还有报道称,朱婷年赚三千多万,还为家乡修路建希望小学和敬老院,虽然这好事,但赚三千多万,好像比张继科,马龙这些超级球员赚的还多,这就让人怀疑了,就在前些天,朱婷受邀与另外三名队友,出席香港一个见面会,面对球迷与媒体,朱婷首次辟谣,主持人在问到朱婷, 网上说你大户翁啊,年收入三千多万,这么多钱你想怎么花,都用在修路建希望学校和敬老院上了,朱婷笑得弯下腰,哭笑不得的说,我哪有那么多钱,路都是政府给修的,更别提建希望小学了。 别说三千万,就是有两千万,我都把家乡的路好好修一修事实,是在2015年中国女排夺取世界杯冠军,朱婷获得MVP奖项,当地领导去被问朱婷父母,看到通往朱婷家的路太难走,一路颠颠勃勃的,就拨换重新修了这段路,村民称为朱婷路, 后来朱婷父亲朱安亮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,女儿在家乡没有捐助过希望小学与敬老院,修路就更是子虚乌有。